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这本书 好 我们先开始 下面举例一个临床的例子 在治疗快结束的时候 一位女性病人梦到 我们一起在一个酒店参加会议 某个时候 你建议说我的房间应该挨着你的房间 这样我们可以一起睡觉 所以我就到酒店的接待台打算换房间 但是没过多久你就改变主意了 你告诉我这个办法不好 于是我回到接待台去取消对房间的调换 不过已经太晚了 我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搬到新房间里了 接着我发现新的房间是一个更大更高 风景更好的房间 而且从数字上来看 房间号是新房间号是929 这是一个更吉利的数字 做这个梦的时候 我和病人刚刚开始讨论结束治疗 这个梦表达了病人的观点 我开始的时候是引诱性的 在梦里是我建议病人和我住在比林的房间里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睡觉了 他的反应是和我离得更近 他调换了房间 但是当我改变主意不想和他发生新关系之后 他却不能搬回旧的房间了 也就是说他经历了一些不可逆转的改变 而且这个改变是好的 新房间是更好的房间 这个病人是位具有惊人美貌的女性 总是散发着性感的魅力 在过去 他和所有男人的交往 都基于或隐或显的性魅力 这个梦表明在建立关系 在建立治疗关系的时候 我们之间的性能量 似乎是最关键的因素 而一旦治疗 而一旦治疗纽带建立了 就能推动病人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 另一个临床的例子 我在你的办公室里 看到了一位黑眼睛的美丽女人 她已在沙发上 头发上别了一只红玫瑰 我走近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女人 并不像最初所看到的那样 她的眼睛是黑色的 但充满的不是美丽 而是死亡 那朵红色的玫瑰 也不是玫瑰 而是血淋淋的致命伤口 这个病人在妈妈及生命的意义中 有详细的描述 经常表示她不愿意把我作为一个真实的个体 而与我建立关系 在我们对梦的讨论中 她说 我知道我是这个女人 任何走近我的人 就会被引向死亡 这是另一个让你远离我的理由 是让你不要离得太近的原因 这个梦把我们带入了 她生活的一条主线 她是被诅咒的 那么多她曾经爱过的男人 都死去了 让她相信自己身上 带着死亡的诅咒 这也就是为什么 她不让我成为一个真实的人 她想要 让我超脱于时间 让我的生命轨迹 没有开始和终结 这是最重要的 我的笔记上 记满了这样的例子 这些梦中 都有我的存在 一个病人梦到 像我的 表撒尿 另一个梦到在我家里散步 见到了我的妻子 然后成为我家庭的一员 随着我年龄的增大 病人开始梦到我不在 或者已经死去了 在导演中 我提到过一个梦 在梦中 病人进入了我的早已荒废的办公室 结果只找到了一个帽架 上面挂着我的一顶满是蜘蛛网的巴拿马帽 另一个病人梦到进入我的办公室 发现一个图书管理员 坐在我的桌子旁边 告诉他 说我的办公室已经被转做 纪念图书馆用 说我的办公室已经被转做纪念图书馆用了 每个治疗师都能提供其他的梦的例子 84 注意职业风险 心理治疗的温馨设置 例如舒适的座椅 有品味的装饰 温柔的话语 共同分享 温暖 亲近的关系 等等 经常会掩饰这个职业带来的危险 心理治疗是一个要求很高的职业 一位成功的治疗师必须能够忍受这个工作 必然带来的孤独焦虑和挫败感 一个看似矛盾的地方 是治疗师一方面如此强调与病人的亲近 一方面其职业的重要危险之一 就是孤独的体验 治疗师通常是孤独的 每个工作日都在进行一个接一个的治疗 除非付出很大的努力 在生活中建立一个同事的活动圈子 否则也很少有机会见到其他同事 当然在每一次的治疗中都充满了亲密感 但是这种与病人的亲密感 并不足以支撑治疗师的生活 这种亲密感不能够代替治疗师与朋友和家人之间深刻而充满爱的关系 带来对治疗师的滋养和修复 单纯以另一个人为中心的关系 完全不同于他人和自己处于平等地位的关系 通常治疗师会忽略个人关系 我们的工作成为我们全部的生活 在每个工作日结束的时候 我们感到自己已经付出了太多 对于获得更多关系的欲望已经被掏空了 而且病人对我们是那么感恩 那么崇拜 那么理想化 治疗师会冒着忽略家庭成员和朋友的风险 因为他们不觉得我们无所不能 治疗师的世界观本身就是孤独的 经验丰富的治疗师会以一种不同与常人的方式看待关系 他们有时候会对社交礼仪和溶结失去耐心 不能忍受在一般社交场合中 肤浅的萍水相逢和客套的社交谈话 在旅行的时候 一些治疗师会避免和其他人接触 或者对自己的职业有所保留 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公众不合理的恐惧或者贬低 也厌倦了他人的过度保养 过度包养 厌倦被认为有读取心灵密码的能力 或者能够为多种多样的问题提供解答 虽然治疗师应该避免在每日的工作中被理想化 或者被过度贬低 但他们通常很少能真正做到 他们经常会体验到自我怀疑 或者自我夸大的情绪 包括这些自省心上的动荡 导致的所有内部状态的变化 都需要被治疗师仔细地关注和检查 以免影响到治疗工作 治疗师生活中遭遇的事件 例如紧张的关系 孩子的出生 抚养孩子的压力 丧失亲人 婚姻不和谐 离婚 突发事件 生活中的种种困难 生病等 所有这些都可能会极大的增加 治疗的压力和难度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